Creators 記得要加S 因為大家很多人常常都忘記 Creators其實是我跟彥林還有另外幾位同學 我們在今年一月的時候有參加一個創業博物叫 Star Weekend 然後我們基於這種道德理念有創立出來的團隊 那為什麼可以有Creators 我們一開始就是為了說幫助全世界有夢想 其實聽起來這個聽起來很多 可是其實我們對夢想的定義是說 什麼是夢想? 幾乎你的願望就是夢想 我今天很想要去吃樓下那個鴨肉飯 其實我覺得也叫做夢想 其實真的 真的 然後 可是我們大概是從一開始先幫助就是 有更稍微 大一點夢想的人 然後 然後我們在想要幫助大家所有夢想的人 所以我發現其實幾乎所有人 包括我們這些每天都在耍肺炎的大醫生 都是有夢想的人 可是大家有夢想為什麼都會去實現 因為很多其實是可以 可以馬上去執行的 為什麼我們今天找到三個結論 就是 第一個就是說 太懶 這是最大衝的 我每天在哪個宿舍 我隔壁 隔壁的同學 隔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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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同學 每天都會 早上起來 早上都會聊 可能都會聊到聊天 然後聊一下 就說 欸那個 我之後 我之後要當總統 我之後要 要什麼 當英雄隔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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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打開英雄聯盟 plans 英雄聯盟的 英雄聯盟伺服器 然後就 然後我 MIKE 他們śnie 你會問他說 欸 因為我這個活動 你不知道人家怎麼樣 你可以去學一下 然後他就ㄅ 好麻煩啊 你看師傅 去那找英雄聯盟好了 對啊 然後 所以這是 第一個 然後 第二個就是說 缺少它呢 因爲像 其實 我很大愛 我想思思 所謂創業 创社會企業 那其實 我在 我在試的從大醫生 因為我一直去認識大學生師最有創意的時期 那我試的去找 找我的partner 可以跟我一起搭 創造的運氣感覺就可以 可是很難 每個都 每個都說 你瘋了 你想太多了 然後我昨天才遇到幾個陸生 跟我說 小張啊 你想太多了 你才大一耶 那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可惜的事情 然後其實這種事情 如果每天一直遇到的話 對於一個想要去實現夢想是一個很大的挫折 很簡單 第三個就是沒有資源 雖然說現在資源 我們這一代對資源非常多 可是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比如說焦點我覺得也是一個蠻好的 算資源齁 對 可是其實很多 應該會想要來焦點的人 很多學生都不知道 然後或是說 或者說他們去找一些業界 像我 我現在18歲 然後有時候會去找一些業界的人 比如說他們 我們第一點是一樣的 然後他 那個業界的人其實也很喜歡幫助 有這樣子的夢想的人 可是他聽到我們是18歲 我們是19歲 所以有些人就會覺得說你不靠你 然後就不利益了 對 那其實這是 缺少資源非常大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 我最想要 我們是同樣想要解決的就是這三個問題 那具體我們該怎麼解決呢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故事 那個 我剛剛今天要為了 為了強調故事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那 故事 我們認為說 故事 寫故事和紀錄故事 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事情 不管是再怎麼愛打 甚至再怎麼愛打英雄聯盟 都會被故事吸引 因為英雄聯盟也有很深的故事 然後 很多類的故事是 如果說你的實現夢想的過程 就是 能夠紀錄成一個故事 能夠甚至變成一個想說 就是可能一點乒乓呼吸的事情 然後 你執行 比如說你今天遇到一個人 然後 你只會遇到一個人 比如說遇到七號好了 我就遇到七號 然後結果 我在這個紀錄上的故事寫說 今天遇到的神人七號 我的經驗值加一 像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其實對很多學生是一個 這樣的故事其實是一個蠻有趣的事情 然後 然後第二個就是遊戲 除了之前TED上面有一個影片說 加入遊戲元素 遊戲改變成世界 其實如果大家想想 如果能把打英雄聯盟的熱情 用在 用在完成夢想上面 如果說你完成夢想就想趕快打英雄聯盟的話 那完成夢想就會是一個讓你非常想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這個節目 我們就可以 理督上可以解決說 因為太懶了 所以你就都不去執行夢想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是 我們現在有試著去跟一個叫做 街棒啟動計畫的 算命轉到嗎 他是在一個在台北 為了台灣教育感的轉到 讓他們試著去創造一些遊戲的方法 那我們現在只想要做遊戲的方法 那我們現在只想要做遊戲的方法去 說 幫助高中生 探索他們的信訊 還有去執行他們的夢想 那我們試一試著去 現在再試著去跟他們解決 然後第三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和第三個問題 找不到partner 找不到partner和找不到資源 就是串流 我們想要把他們 就是這個世界上有很多資源 然後很多的 其實很多業界人士 很多的 比如像這樣子的 好路程中心 學校 然後路上甚至隨便 隨便以為賣國為老闆公司 都有很多資源 那我們試著去用網路 去用網路平台 就是我們的creators 的方式 去把它串連起來 去讓他們的能監督 就是說我們去推薦給他們 讓他們能夠知道有些東西 讓他們去訪問 讓他們去 去點出他們的利益點 說 其實你們是應該可以連在一起的 是一個合在一起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這樣子 那這三個就簡單說 是creators 的 會覺得這三個問題的三大優勢 那我現在的團隊呢 就是有 燕林和國 我們是屬於business 雖然說 都沒有什麼business的 然後燕林其實是念自公系的 然後還有一位叫做張銘獎 是中山大學自公系的 我們找了老半天才找到的工程師 就是對我說找他們 尤其是找工程師和設計師 對我們現在做成人實在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因為每個人都跟你說他怕自己看起來 對 所以我現在的同時也在找伙伴 尤其是雖然工程師已經有影響了齊 所以其實他的那個負擔其實還蠻重的 那另外就是設計師 因為其實說 雖然說我個人來看設計師 來看設計師 來看一些藝術的東西 可是 比如說這跟真正的設計 我想那個Alan應該會同意說 就算你還有 你演算每一個東西 就還有美感好了 這跟設計還是有很大落差 對吧 所以 所以我們還是需要一些設計方面 知識和專業的人 需要可以幫助 像是一些 黃頁的美感 顏色方面 像這樣的平台上面的東西 好 我們不是Creators 我們是需要幫助 所有人全世界有夢想的 具體型號的夢想 謝謝 謝謝 好